哈囉,我是Ca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get on ready with me 就之前都會分享get ready with me 但是我好像沒有分享過比較完整的就是 我晚上差不多卸妝到 睡前這一段時間到底都在幹嘛 還有完整的卸妝跟保養程序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是準備要卸妝了 戴上我的洗臉巾 三眼怪的 這很怪的東西真的超級可愛的 卸妝的第一個步驟啊 都是塗這個 Kiss Me的睫毛膏卸廚液 然後唇彩的部分 因為我今天有塗染唇 這個染唇非常的頑固 等一下,我要這樣歪掉 然後要用MISSHA的卸染唇凝膠 有人說這個是已經換包裝了 它變得更大罐 然後內容不似乎是一樣 因為我沒有用過不知道 但反正我用的這個包裝是買不到的 但是它有大包裝的版本 可以找找看 台灣好像沒有進吧 那你們的蝦皮還是什麼 韓國JuMarket你應該可以找得到 這個我都會這樣塗上來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給它一點時間 讓它慢慢溶解這個染唇 接著我會用卸妝水 卸妝水是這個 Dr.Jart的 它是韓國牌子 我覺得它的卸妝力沒有特別好 不用去買 我只是因為買了就要用 所以很努力的在把它消耗完 你們看好了 我剛不是有塗卸妝膠嗎 見證它驚人的卸妝力的時候 來了 這樣子 然後 擦 你們看 睫毛膏都全部掉下來了 這個的卸妝力真的超強的 而且它跑到眼睛裡也不會不舒服 你看我一直髒著眼睛在跟你們講話 那我現在的卸妝水啊 就只是要把這個凝膠擦乾淨 不是真的要用它來卸我的眼妝 所以就這樣子大致上 剪掉 然後唇段會也是這樣子 剪掉 你看 你看 我溶解出來了 接著我剛剛是用兩片化妝眉毛 這一片是要來擦脖子的 因為像我脖子都會擦防曬 我還是會這樣子卸一下 你們看我脖子只有擦防曬喔 就會用卸妝水擦出來 這麼多黃黃的 注意 脖子的清潔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平常都沒有在做脖子的清潔啊 你們看一下就是這麼多的髒東西 你沒有去把它擦掉 然後再來全臉卸妝呢 我們用的是Bobbi Brown的卸妝油 這個我也分享過非常多遍 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它卸妝力超強的 像平常如果你的睫毛膏 沒有說特別頑強的話 這個是可以直接卸睫毛膏的 然後像防水眼線也可以卸掉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那因為我的睫毛膏是那個 Etude House 它真的超級頑強 非常難卸 我才會特別用那個 卸睫毛膏的凝膠卸 不然我以前都有直接 一關卸妝有用到點 好啦我都是這樣 先把臉 跟額頭 都卸乾淨之後呢 再戴到眼睛 戴到眼睛一樣 是要這樣子搓 我會去搓到內眼線的部分 因為我畫內眼線 一樣這樣子卸掉 那Bobbi Brown這個卸妝油 是完全不會熏眼的 所以這樣子卸眼睛也不會不舒服 啊 接著是沖掉 這個花牙 帶來洗臉是艾杜莎的 潔面凝膠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已經用料好多了 而且我臀貨超多 大家給你們看 我臀貨啊 兩罐 還有兩罐 真的超愛臀這個 真的好好用 泡泡那個超綿的 愛使湯肉 我洗臉都是這樣子 下巴跟鼻子 會搓比較久 這兩個地方特別容易長粉刺啊 我都會這樣子搓很久很久很久 那其他地方就是 這樣子稍微 然後 帶過就好了 我只有晚上才會這樣洗啦 白天就只是稍微 被灶水帶掉 不會特別加強 再來 手上會有剩下的泡泡 要往脖子上 好 要沖掉 好 清潔都完成 然後這邊 再跟大家講一遍啊 我都是用廚房紙巾擦臉 我不用毛巾擦臉 因為我覺得毛巾很髒 毛巾都這樣子掛在浴室裡 難免都是會有什麼細菌的 所以我都是用廚房紙巾擦臉 這樣 那有人也跟我說 他改用廚房紙巾擦臉之後痘痘變少 因為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然後像這個廚房紙巾啊 你用完 還可以拿來擦桌子什麼的 所以其實不會浪費 好 接著呢 拍化妝水 所以我最近都會先拍這個 亞斯蘭黛的原生錄 給你直接倒在手心上 然後這樣子拍了 然後順便帶一點刀脖子 然後我這邊拍啊 會比較大力的拍進你的臉 就也不要太大力啊 因為你如果太大力 可能臉上會有些發炎反應什麼的 你會這樣子適度的有力道 經由這樣子拍啊 我自己認為 保養品是會更深入的 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啊 反正我就這樣認為 反正我就會這樣子拍拍拍拍拍 沒有到Sentry Pay那麼大力 可是你是有一個力道在的 好 拍到都吸收之後呢 我再拍第二層 你看我剛拍一層之後 臉的那個光澤度保水度 就提升了 剛洗完是完全沒有光澤度的 原生露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 還沒有用過 一定要去靠櫃拿試用包 這個我真的是一四層主顧 好我現在拍第二次喔 然後眼周也不要忘記喔 這個眼周也是要這樣拍 可是眼周我就會特別小力一點 用指腹這樣子輕拍就好 然後臉頰才會稍微再增加力道 好原生露第二層也拍到吸收之後 接著我會拍青春露 青春露我也是直接倒到手上這樣子拍 然後像我覺得每一個時期啊 對保養品的感受會不太一樣 因為像我以前的青春露啊 會濕膚 然後我覺得這樣濕膚 會讓我的皮膚比較穩定一點 可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濕膚青春露 我像是我的濕膚啊 會有那種過敏反應 整個臉會變超紅的 我像是這樣輕拍 然後它現在啊 不會讓我的皮膚變穩定 可是有增加我皮膚的透明感跟細緻度 就我最近這樣子拍我覺得 我的臉那個亮度有提升 然後皮膚這邊就感覺變更細緻 好青春露這一層拍了吸收之後 一樣會再拍上第二層 我最近就是一個精華水狂目 就一直不斷的這樣子拍精華水 我覺得這樣超級有效的欸 而且因為都是比較水狀的啊 對皮膚比較沒有負擔 那第二層青春露拍完 就我總共拍了四次水精華 你們看一下我皮膚 你的光澤 它不是油喔 是光澤喔 而且就是 它會讓眼睛看起來更透亮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拍真的 真的有效 大家可以試試看啊 如果你很年輕的話就不要試啊 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 已經進入青春露階段的話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皮膚這樣子 有變亮變細緻的感覺 然後接著精華液呢 最近買這個 這個是超貴的 它品牌給我的 魚脂醬精華 我之前都是有說 覺得一樣是Laperi的 那個更貴 用起來沒有感覺 那這瓶用完之後啊 我就換這個魚脂精華試看看 我覺得魚脂精華有效 還有讓我的臉看起來 更澎潤一點 我自己真的沒有感覺到 什麼拉提的效果 可是我覺得我的臉看起來 有比較那種飽滿的感覺 這用完可能自己會再去買 因為我覺得用起來是真的有效果 得 然後我就這樣子 插 這樣子 往上拉的動作 就這樣輕輕的拉就好 好然後一定現在會有人想問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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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婆婆在幫忙顧喵喵 就是我婆婆現在晚上都會 來幫忙一段時間 顧喵喵可以休息啊 保養一下 因為我覺得媽媽真的是很需要喘息的空間 就常常會看到有時候 老公都說 啊你在家裡只不過是帶小孩啊 什麼的 只不過是帶小孩 只不過這三個字真的是欠殺耶 你要不要來只不過看看 帶小孩真的很累耶 然後那種什麼 男人會說自己上班很累啊 什麼的 你上班好歹也可以好好的大個便 你知道嗎 還可以大個便 還可以有午休時間好好吃個飯 你知道帶小孩 大個便 都有小孩在房門哭 我也是哭天喊地很可怕 然後吃飯就自己趕快爬兩口 我趕快篩餵小孩子一口 當媽媽真的是沒有一秒鐘醒下來 然後小孩子睡了啊 你又要去什麼洗衣服啊 洗地板啊 什麼各種家事要做 當媽媽真的 我覺得出去上班比較輕鬆 所以我覺得爸爸們 拜託 你回家之後要幫忙分擔 你不是幫忙 這是大家的家 不是在幫誰 你回家之後就是要分攤家 做自己該做的事 你不是在幫任何的人嗎 好不好爸爸們 我覺得女生啊媽媽都會很 很討厭聽到老公說幫忙 我一定有幫你 把小孩子的口水機洗乾淨耶 幫你 小孩子跟你信耶 你到底誰在幫誰 我就聽到幫你什麼 我覺得一把火就上來 好我現在要擦這個 這個賽貝格醫生的 這中文名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紅色這一罐 我都拿來擦脖子 我覺得它有讓我的雙下巴變小耶 我已經這樣子擦大概兩個月了 我覺得我這邊 有比較緊的感覺 那跟我最近變瘦也有關啦 可是擦這個我覺得是有效果更明顯的 我以前只是變瘦不會說雙下巴小那麼多 我現在擦這個啊 這邊的線條變漂亮 這樣子稍微推一下 順下來 這樣子 再來眼妝 是嬌藍的這個是藍鑽系列吧 這個我才剛開始用我不知道它的效果 因為我之前把我的那個 Revive的眼妝用完了 Revive那一罐真的超好用 我把圖片放在旁邊 你先參考一下那一罐超級好用 用完會很傷心 我想要再去買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比較濃郁的霜狀 我才用不到一個禮拜吧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效果是怎樣 可是它保濕度是很好啦 然後這個棒棒是我之前買肌膚之藥的眼霜 HOOD 肌膚之藥那個眼霜很爛 就是金質乳霜系列的眼霜吧 非常的難用 不是難用啦 就無感 那麼貴的眼霜無感就覺得氣 金質系列那個眼霜我不推 但這個棒棒的好用 那這樣按摩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最近沒有再擦美白的精華 因為我想要測試就是 我剛剛前面不是拍了很多水嗎 我想要測試拍這些水的效果怎樣 然後這樣測試出來真的 這樣拍水效果超好 臉真的是透亮 然後光澤的緊緻度都有提升 然後 這棒棒真的超好用的 它可以這樣子做穴道的按壓 然後說 往壓上舒服的 然後按完這棒棒上面會有殘留 然後會這樣子 我在嘴角 因為嘴角也是會有皺紋耶 所以很像那個羊婆婆嘴 現在年輕的時候不知道羊婆婆是什麼 好 如果你知道羊婆婆是什麼 應該年紀跟我差不多 反正就是 嘴也是會透露你的 唇周也要記得保養一下 接下來會等個差不多十分鐘 讓臉上的東西都吸收 好 臉上的保養品都吸收了之後 我要擦我最愛的 海洋芒娜經典乳霜 那我今天這些保養程序 其實東西都會變來變去 程序是固定的 那我會依照我自己的心情 膚況 天氣 或者是可能 比如說有時候生理期啊 或者是有時候比較累啊 反正會按照很多情形 來調整用的東西 那我最近比較一般的狀況 都是這樣子保養 主要是跟你們講一個程序 不是說一定要用我這些東西 才是好的 那經典乳霜我會這樣子 在手上搓搓搓搓搓 在指尖搓就好囉 因為如果在整個手上搓的話 手掌心的會比較難擦到臉上 所以在指尖這樣子搓 然後 壓上來 額頭一次 按過來 我眼周也都會擦喔 那我覺得經典乳霜 其實是可以當眼霜的東西 如果你年紀還沒有那麼大 然後你的眼周如果特別乾燥啊 你可以去買經典乳霜小瓶的 它有15毫升裝的 你可以買小瓶來當眼霜擦 因為像我自己擦一陣子是覺得我 眼睛這邊的乾燥情形 減緩很多 然後晚上我們會擦比較多保養品喔 尤其是現在夏天啊 其實大家會覺得夏天 是保養品要用比較清爽的 我就不是耶 因為夏天你會一直開冷氣嘛 除非你不開冷氣啦 那像我晚上會一直開著冷氣啊 其實隔天起來臉都會特別乾 所以我夏天晚上反而保養品 會擦比較多 就整個臉這樣子 有油光 才去睡覺 然後海洋拉上這個經典乳霜 我也會順便 戴到嘴唇上 然後手上好像有殘留 我才擦脖子 不喜歡把脖子擦得太油膩耶 就用剩下的這樣子 稍微 帶過來就好了 我晚上的清潔方法程序就這樣 我要去 顧屁孩了 現在9點整 屁孩最近都很晚睡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了 他可以撐到11點 然後他非常的早起 他會11點睡 然後7點起床 這不是上班族的作息嗎 他現在只有一歲的嬰兒 為什麼作息會變成上班族 哇 超累的 然後嬰兒11點才睡 你就得要跟著睡 就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就覺得 人生 人生都要放棄給嬰兒了 非常的累 好 我去找小孩 打打 打打你又不喝 還要打打 打打你要喝嗎 來 哎呀 來 來 自己拿 好 欸 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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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乾乾 你們好棒喔 好棒啊 喵喵中午睡 然後 我知道前面有刷牙 可是我老公剛剛居然去買了宵夜 燒烤 我宵夜當然還是要吃的 最喜歡吃甜不辣 然後進去看 它睡成這鬼一樣 吃了 你會不會吃的 就要吃甜不 resulted